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很轻松的安好了炸药躲得远远的 瓦斯树正常 男主就按下了爆炸的按钮 很快男主眼睛里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火海朝他的身边游过去了 男主就昏倒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被安全主任带到了煤矿老板李总的身边 男主哭着说自己已经干了20年 从来都没有出过事 原来这场爆炸已经炸死了四个工友了 男主命大活了下来 安全主任给男主说 矿上的规矩你懂 随即给了男主一笔钱 让他躲得远远的 会给死了的工友每个人30万 让他不许报警 不然弄死他 男主回到了自己女友家的菜馆子 一起吃火锅 把事情告诉了女友 后来一个警察也过来和他们一起吃火锅 原来这个警察是男主小时候的朋友 还曾经因为男主吃黑药抓男主进过监狱 因此两人有了戒底 警察是来了解矿上是不是出了事 男主没有告诉他 女友让男主辞了矿上的活回来帮他 男主虽然答应了女友的建议 但是还是觉得这次事故不对劲 于是偷偷地在查这件事情 这天晚上男主偷偷进入矿下查案 回头发现安全主任拿着铁棒要杀他灭口 最后他绑住了安全主任 刚出来打算去报关的时候 被李总堵在了门口 李总知道了安全主任吃力爬外帮人算计他 随后用水淹死了安全主任 但是马上李总手机上收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拍到他杀死安全主任的事 李总来到成总的地盘 知道是陈飞算计他 成总想收购他的煤矿 以视频为要挟 让李总签了协议 回到煤矿办公室后 李总发现自己的柜子里被放了炸弹 立马跑了出来 但还是被炸死了 原来成总和李总有仇 当时李总想要给成总放血 却把成总的儿子给伤了 并成了植物人 随后警察也介入了调查 把男主给请到了警察局 警察问男主 李总是怎么死的 见过安全主任没有 男主只能说没有 随即男主从此陷入了杀人案中 因为这些人死的时候他都在场 男主被警察追捕 另外一边 成总派杀手暗杀男主 因为男主知道的太多了 男主女友的餐馆 也遭到了杀手的照顾 女友被绑架 但是男主却只能逃亡 其实在电影的整个过程中 男主的心里也是在斗争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 见到了利益集团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的杀人 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但是自己的家人受到威胁 难道自己就这样等着被他们杀吗 男主心里斗争后 决定奋起反抗 自己的命运自己说了算 男主绑架了成总的儿子 让成总来交换女友 另一边 小时候的朋友 那个刑警队长也赶来 男主凭借自己炸药的经验 成功救出了女友 但是也被成总带来的人给包围了 就在成总要杀了男主女友的紧张一刻 刑警队长赶到了 但却被成总惦记晕倒了 男主被锁在了铁柱上 成总要杀女友 男主为了救女友 把自己的手给废了 然后抽出了手救了女友 随后警察赶到救了所有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超现实的电影 讲述的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情 很紧张 也对男主小人物的命运感到担忧 段一红于男主演 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我是小一 关注小一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